因疫情全国进入第三级警戒 不少劳工也受到企业减班或歇业的影响 金融市长牛昌特别宣布支持劳工三支建措施 首先是提供500个安心及时上工职缺 市政府会释出短期的工作的职缺 只要你有劳保或者是就业保险的记录 就业保险的记录就可以 只要到我们的就业服务中心去登记 或者是洽询我们市政府的劳资关系科 我们就会主动来埋合相关的职缺 我们首先会提供500个职缺 给金融市民来进行申请 用完之后我们会立即加码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踊跃的来申请 我们首颇会500个 用完之后立即加码 薪资是每个小时160元 每个月最高是80个小时 每个人最长的时间是6个月 第二项安心就业计划则是根据 劳工减班歇业前后薪资差距 给予50%的补助 按月补助最长12个月 如果你有劳资协议减班休息 那会列策通报金融市政府 那我们会依据实施减班休息前后 你的薪资的差距的50% 来按月补助 那最长是12个月 比如说如果你在这个减班休息之前 你的薪资每个月是4万块 然后减班休息之后 比如说你的薪资变成是每个月2万块 那4万减2万 就是等于2万 政府会补助50% 所以如果照这样子的范例的话 会补助1万块 那最长时间会补助到一年 也就是最长会补助12个月 最后则是鼓励劳工参加职人训练 参训劳工每小时补助160元 每月最高补助120个小时 歇业的企业 如果规划员工进行职人训练 也可以获得最高350万元的补助 相关详情可以扫描QR Code 或电洽金融市政府社会处下旬 金融市政府期盼 透过这三项具体做法 协助劳工度过疫情艰难时刻 记者张其腾金融报道